大家好,彩岁,欢迎来到拳皇96剧情详解第一期 卢卡尔1994年召开拳皇94大赛 结果败于草提经手上,畏雪前耻 将右拳改为生化武器,得到邪恶的暗黑力量 之后,拳皇95之战 更将草提经之父草提柴州洗脑 誓要杀尽所有格斗家 剧情真的会按照卢卡尔的剧本奏完吗? 为了阻止卢卡尔的阴谋不被得逞 草提经大门轰弯不知后八神 等格斗家拼尽全力与之一战 最终都身负重伤,惨败在卢卡尔手下 格斗家们激进绝望 卢卡尔马上要使出更邪恶的暗黑力量团灭格斗家之时 突然感觉自己身体内暗黑力量上窜下跳,不受控制 石耳降落到脚尖,石耳又窜到天灵盖 像是走火入魔一般 原来,从天国神族得到的暗黑力量 自以为天下无敌的卢卡尔 因为在拳皇94时被草提经打伤的身体 承受不了暗黑力量的霸道 惨被力量反噬了 老卢单膝跪地的痛苦喊道 嘿,天要亡我 看来我卢卡尔做的坏事太多了 经过大战的草提经嘴角不断有鲜血流出 他看到老卢的异常状态 差距到机会来了 只见草提经盘腿而坐 提出体内最后一股真气 势必要把老卢一招毙命的气势笼罩整个战场 今日就算天不亡你,我也要杀死你 卢卡尔,你利用我爹 利用比赛吸引大量格斗家去送死 现在就让我将你的生命烧尽吧 94年我能打败你 95年也同样可以打败你 其实此时的草提经连战都站不稳了 即便是耗尽所有真气使出大舌体 之后也会因为体内能量耗尽虚脱而死 可见草提经已经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 但是一旁的八神却不答应了 呵呵,强弩之末,逞什么强 你看,那家伙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力量 死亡是必然的 而且我还未死 你还是留点力量自保吧 八神这个角色性格很奇怪 他是草提经为宿敌 可是他又不想惊死在别人手上 必须亲自击败的才行 所以他这次要救惊一命 八神霸气的对卢卡尔说 嘿,我若不杀你 你便会将我的宿敌草提经杀掉 所以卢卡尔,你必须死 理由就是这么简单 八神又像是成龙电影里饰演的角色那样 不管前期怎样挨打 后期总会得到一股神奇而又不可思议的力量 从来没有一股力量让卢卡尔感到如此恐惧 这种恐惧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 卢卡尔假装镇定的说道 好个八神啊 整个拳皇比赛中我看漏了你 你出人意料的力量和狂态 是我这次失败的主要因素 死在你手上是我低估了你的结果 怎么感觉这更像是事前总结呢 八神双母凝视对手大喊道 死于我的力量绝对领域 什么绝对领域 这又让卢卡尔心头一颤 当人类潜能发挥至极限 超越潜能以外的力量称之为绝对领域 能够进入拳皇比赛的格斗者都拥有此力量 区别旨在于发挥的强弱 八神女绝对领域发动 八神的动作快如闪电 根本不给卢卡尔躲闪的机会 八神女正面命中 经过一阵噼里啪啦 闪电带火花的打击之后 卢卡尔终于被击倒 他大口大口的吐着鲜血 但是嘴依然很硬 好 果然不出我所料 八神你果然拥有与我相同的力量 不过你疯狂的血尚未觉醒啊 我千辛万苦放弃灵魂换取的暗黑力量 今日竟然再败 始终不是神的肉体 根本承受不了暗黑力量 可恶 可恨 我不是天国神族的人 但 我现在只是先行一步 天国神族来临时 一切也要毁灭呀 随着魔性笑声的消失 卢卡尔再次使出祖传的 自爆升天大法 一道邪恶的黄色光束直冲云霄 卢卡尔又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可是 刚才卢卡尔无意间提到 八神体内疯狂的血尚未觉醒 却让卢卡尔牢记在心里 为以后八神抱走埋下伏笔 卢卡尔死了 全黄九五一告一段落 卢卡尔的阴谋 亦随着他的死去而失败 但另一宿命之战却未开始 八神舔了下嘴角的血 好像明白了什么道理 天国神族 疯狂的血 原来是这么回事 什么卢卡尔 什么草蹄之权 将会在我的手上成为废物 哈哈哈哈 宗格斗家见到八神此癫狂的状态 顿时无语 而又感到诧异 草蹄精见八神挑衅实在忍无可忍了 笑什么笑 要战的话来吧 八神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 用恶狠狠的眼光射向草蹄精 嘿 战神妹啊 现在我要做的不只是杀死你 而是要毁灭你整个草蹄家族 现在我不会杀你 但 当我在他出现的时候 你便要尝到被灭主的痛苦 说吧八神安便消失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消灭卢卡尔换来的片刻宁静 被打破 神乐千和家里的三神器之一八神精 突然察觉到异样 以他多年的经验 已经猜到时候已经到了 千和即刻召唤属下吩咐道 给我传令下去 动用神乐家族所有产业 去举办全黄九六大赛 我要世上所有强者都聚集 究竟什么原因让千和如此紧张 不惜动用自己的所有家产 举办比赛召集武林高手 因为那个神秘 能量且在卢卡之上的男人 复活了 不懂的 刀扩